它曾經是香港最高的摩天大廈 它曾經是最高法院和立法會 它曾經是全港最高的建築物 樓高415.8米 是中環最觸目的地標 師傅, 中環區有很多地標性的建築物 像我們身後的IFC 就是中環最有代表性的 我想問有什麼風水玄機呢? 風水有沒有玄機, 我就不知道 它吃了郊越廣場的地氣, 我就知道 一近水就發急財 是, 本來以前的郊越廣場 是最接近水的 是 誰知道建了IFC之後就吃了它的水 很多朋友那段時間都搬到別處 後來建後再搬回來 但是它有個好處 它的頂部就像皇冠 選香港小姐的時候的後冠, 是不是? 後冠就是冠軍, 這個我們叫做廉禎 若非廉禎作祖為官不過三公 又是三公, 真是出名了 所以這個IFC世界也算出名了, 是嗎? 是 匯豐總行大廈, 樓高46層 高180米, 外形十足的機械人感 不少遊客都會來參觀 而且還最受非用歡迎 師傅, 很多人說 匯豐總行大廈坐著龍脈 風水是極佳的, 是嗎? 它不僅坐著龍脈 坐著全香港九龍中環最厲害的龍脈 它厲害得…原來這個叫騎龍脈 你年輕了, 一定沒有去過舊匯豐, 是嗎? 舊匯豐起到火柴盒, 我們叫華蓋 華蓋來說是在星裡的沙手 它是好的沙, 最財的沙, 富貴的沙 原來騎龍脈的意思是正門 是對著太平山的 它的屁股對著尖沙咀 尖沙咀是否很大的尖, 尖端過來 原來整個尖沙咀的沙咀是對著匯豐 還要, 當中沒有東西擋 因為匯豐對著這個公園 再下就是以前的天性碼頭 將沙咀一直運過來 正所謂要快發豆三殺, 有交過了吧? 有, 反而沙咀越重就越是 沒錯, 所以以前的布局 是風水絕佳, 很值得參考的 但這座東西初起的時候也不錯的 原來都是用太平山做正門的 怎樣知道是正門, 怎樣知道是後門 原來我們匯豐看看就知道了 後面原來有六棵樹, 六支旗桿 因為通常有旗桿的就是正門 沒有旗桿就一定不是正門, 是吧?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它無緣無故拆了六支旗桿 連我也不知道現在哪兒是正門 拖頭了 師傅, 我想問一下 近幾年中環就起了很大的變化 是呀 紫色碼頭拆了 然後又起了政府總部 而且田海又田裡北角 當然對它有沒有影響呢? 對它有沒有影響, 我就不知道 對我的河北最大影響就知道 因為我是它的湧椅 它的股票也有不少 計算溝探, 現在都不見得很大缺 不過不用怕 因為這個洞土, 原來2014年就洞原 2014洞原土之後, 匯豐地氣就起了 因為它又不僅是匯豐 它一起的時候 是整個中環直接看到洞土的地方 其實都受影響 匯豐是其中之一的建築物 至於中仁大廈 在1990年正式啟用 樓高367.4位 大廈是仿照竹樹的外形設計 象徵不斷向上, 出狀成長 師傅, 中銀大廈的設計 出著名就是很特別的 其實有沒有跟風水有關? 大廈上面跟風水沒有關係 你知道那些設計叔叔建築師 人家這麼有名, 怎麼會採取風水 怎麼改… 人家望谷就沒有風水 那些風水在一起… 風水在一起 鏡身也不是風水, 純粹是設計 不是擋煞嗎? 他哪有想那麼多, 建築師 我才想那麼多 風水布局, 原來這些就是風水布局 師傅, 我記得那裡兩邊是水池 然後有一些太極的雕塑 跟風水有關係嗎? 我已經研究過了, 九成九都是風水 因為中銀夾在紅蓮路 和花園道中間 兩條路都是斜下來的 是 原來斜下來的煞氣很重 氣衝過來 中銀是左右圍著有水 中間一條洞是正門, 沒有水 原來地氣叫戒水跡子 地氣這兩邊停了 它就一直沿著水 在中間流下去, 中銀下面 後門很窄, 門很窄 原來就是讓煞氣進去 分散自己的座落袋, 不要走 太極也有關係 原來紅蓮路下山 就剛好一個弧形 原來就像蓮刀煞 是 整個太極, 太極是以油濟缸 頂住你的煞氣 所以報告挺厲害的 還要不止 原來它後門是直望到維多利亞港 都收到尖沙咀的煞氣 很奇怪, 我們通常住家裡 就是要擋煞的 家裡一定要擋煞 對, 但是這些商業大廈 或者銀行, 關於錢、銀 越刀煞就越賺錢 沒錯, 所以商業和住宅不同 商業要快發一定是三煞位 但住宅來說不能快發 只要生病和不生病, 千萬不要找到三煞位 鄰近中銀的長江集團中心 樓高62層, 高283米 採用四方形的建築設計 令室內空間更加實用 師傅, 長江中心夾在匯豐和中銀中間 在風水上有什麼特別之處? 風水的特別之處也不用怕 因為它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名堂 原來匯豐有名堂 中銀前面的名堂最小 所以它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始終覺得中銀的設計 非常有煞氣 你看, 各位剛才砍正長江集團 這間大廈 會不會砍得拍一拍? 是錯覺, 現在看好像砍得正 我帶你去後花園看就知道了 原來是砍正長江的後花園 後花園有很多布局 我看到有一個水晶 而且它又製作九曲萊水 那個九曲萊水位置三宮 就等它…三宮不是賭鐵的 是那些大觀 原來等它位置三宮 在世界裡能夠成為一級的公司 師傅, 你剛才說 後花園有一條曲著的小溪, 對吧 這條行人天橋也很像曲著的 這條挺厲害的 原來這個行人天橋 如果你要駁去這個政府天橋 其實最省錢最快的辦法是直駁去 對 它專門建成這樣, 像蛇形這樣 它也挺厲害 為什麼呢 直就直插 曲水又情, 直水無情 你怎麼會比天橋直插 人家沒那麼笨, 很厲害的 所以行人又多走兩步了 對, 完全是 它又要起很多錢出來的 曲的貴還是直的貴? 曲的貴 師傅, 那它前面又做了什麼布局呢 前面就厲害了 這條路下山, 車又急又快 一個弧形 還要很近, 叫做黏刀割腳 首先做了幾棵樹 還有三枝棋桿擋住它 還不像以前舊酒店時 它那條行人路很窄 你肯定不知道有沒有離過的 對, 它這條酒店行路很窄 將整個建築物退後了 前面的名堂就闊了 還不像它自己有內名堂 外面還借這個… 借打花穴 對 做這個外名堂, 還不像 我們中文的建築物 經常看到凍土的 是 原來它被前面的建築物擋住了 擋住 它看不到凍土 所以這幾年凍土好像不太關心 我記得你之前說商戶的時候 或者餐廳, 如果一個名堂 如果內堂大一點, 生意也會好一點 沒錯, 名堂廣闊就能容財 名堂窄就把錢推出去 大家記住, 如果開店 千萬不要省位了 給一個大一點的名堂 賺的錢就大一點 中環除了有這麼多地標性建築物 精物布局之外 中環交錯的道路 原來也充滿風水玄機 中環發展了這麼多年 很多街道都有悠久的歷史 就像大家熟悉的得幾粒街 這條得幾粒街 在1970年之前就叫做得幾粒街 後來政府發覺 那些人都不喜歡又忌又粒 就說了一個得幾粒 其實這位得幾粒是一位將軍 當時來說 他就是駐港英軍司令和副港督 他的官底就在這條街的上端 這條街開闢於1841年 亦是一條主要登上半山的道路之一 這條得幾粒街 去到1950年代是很繁盛的 兩旁有很多著名的繩衣店 或者一些布匹店 還有很多食肆在這裏 上端那裏完全是華人的居住場所 近年才完全變得全盤西化 隨著時代的變遷 得幾粒街除了愛貓 和附近相互轉變之外 就連風水地運也有所改變 師傅, 得幾粒街 就不像皇后大道中 或者得庫道中 屬於主要的街道 對… 但為什麼在風水學上來說 它會這麼重要? 風水就厲害了 皇后大道中有得庫道中 可以橫橫的 是的 原來得幾粒街打直將它切開 它切開地運分了兩邊 原來這是地運分界線 2004以前旺左邊 左邊是南馬亞或者很多大酒店 右邊一直都不旺 你發現現在行旺也很重要 是呀 2004之後行西邊地運行20年 所以你看到無論皇后大道中 右邊有很多名牌店 很厲害, 常常去排隊賣東西 所以現在地運的影響很厲害 是不是只有幾粒街以西那邊 現在就叫行旺好運 對, 這邊不太好運, 怎麼辦 因為我朋友在這條街樓上開店 他不是太好運 因為這個行運是1984行到2016 但行運的人, 比較好, 不好, 不覺得 保持好運 不同, 旁邊正在行運 突然間零四行運, 行運 那些租金三級 特別覺得他在行運 對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平時開車 走過這條路很危險 三條路最慢一條路 風水學方面會不會有說法呢 開車和行人很危險 風水就一流 為什麼呢? 我們這條車路直去的 這條又彎到那邊 只有幾粒街又彎到那邊 是 把所有電影馬上運到對面 是否財氣都聚在一起呢? 沒錯, 相對我們站在這裡 電影就在旁邊, 別那麼好處 我們先站在那邊 對, 站在那邊吸氣 好